他不知道自己是到底缺哪一名 就像季老师讲的 你知道的就是很多 但是我们多数人都不知道 那我们在旁边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我觉得好可惜喔 其实很多人被我们带进来 真的他们都有可能会起来 但是就是我们不懂 然后也没有人指点我们 真的没有指点我们 那我就觉得说 我们好心愿有韩姐 你看韩姐真的是点点滴滴拆招检照 我很喜欢听韩姐讲这些贵外贵的 他就在拆招检照片里面 这个才是真本事啊 这是干部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安丽不是只是在天作当中 其实在跟随群的当中 反而学到的是最多 因为那个是细节的部分 这一本论都很会背老师的话 可是他不知道细节 就好像我昨天看金星 怎么跟那个灵酒的 我就录了录像啊 其实我听不懂你讲韩文嘛 可是我在学他 我在学他的那种语气啊 他的肢体语言啊 然后学他的表情啊 我在观察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人讲制度 他就是自己低头讲 他也不跟人家眼睛也不交流 他就是只是低头写数字的 其实你在讲VT的时候 你要一边写 然后你一边要跟他有目搜 不要眼神要交流的 你要知道他现在听懂 有没有听懂 其实我们就在学这一段 好 所以其实安丽的一平一笑 你一个眼神都好重要 你那个眼神看过去的时候 这个新人已经决定要不要跟你 真的 其实我们在新人的时候 他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他是不是很喜欢你 已经决定他要不要互相跟着 所以我觉得安丽的亲和力很重要 你看韩姐好有亲和力 为什么韩姐的心有 马上就会跟他交一辈子的朋友 因为他没有太强大的这种亲和力 人的魅力 所以我觉得我就在传 因为安丽就是人与人 他换产品 我也不用说真的产品示范 要讲的那么不整个话 所以产品真的好他就换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 他喜不喜欢我 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自己性格太 我就是说我太 怎么讲 就是很难相处 太有个性了 人家不喜欢我 他今天可以不用做我的下线 他就可以软线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性格要有 我前文性格也是很妙 我们知道吗 老师也不喜欢我 每次老师都会讲什么示好 我就会先说可恶 但是不错 然后我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人讨厌啊 然后可是我自己在代线的时候 我就很讨厌夏天会跟我讲可恶 在说 所以你自己在 集中职人一定要换位思考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不觉得 但是我自己在代线的时候 就说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安妮就是要修自己 你要把自己修得这样 就是很有亲和力 然后很愿意去 方便做点小事啊 人家就是很喜欢你 其实我也信得以前是不会去招呼的 我以前是不会开头去主动要讲话 因为我安妮对讲话 对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很难 不一定要弱这个杖 因为我觉得安妮就是要学会去招呼 不是坐在那边等别来照顾 我就这样才变一个想法 其实我做习惯就好 也没有觉得特别难 笑也是一样 那你笑习惯的话 你那个不笑也很难 可是你不笑习惯了 你笑就会很难 你知道吗 那安妮如果说什么能力都不要会 你只要会笑 那这位那你干嘛不把笑恋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能力比较难点啊 你知道我有种才不好 我要讲一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很难 但是我觉得笑是最容易 你们不觉得吗 所以我就觉得笑就好了 我的朋友只要喜欢我 换成定他自己换 上课他自己 上课自己不笑 剩下的就是我的性格 要让他很喜欢我 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的性格是很柔软 就是这样的柔软度 很幸福 好 当你把安妮想通 你会自己去要求 和自己去改变 但是你没有想通的时候 那个没有改变自己的时候 安妮就是很合适 他就是你那个性格 你没有改变你的朋友也带不进来 真的你的朋友就算进来也会兴趣 我真的是觉得不是很合适 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会讲话